写日记喽 正经人谁写日记 昨天我失眠了 因为今天是三国茅庐的第一过 记得上次失眠 还是在十八路诸侯讨发统拙的时候 当时在四水关 对面华雄已经收了我方 和几个人走了 52T请求出战 结果盟主的兄弟元素跳出来说 在做的都是一方诸侯 你一个小镇马公手 何德何能 我心说我们是出身平平 但怎么连试试的机会都不给吗 这么严格吗 看来能担任盟主 一定通过了层层选拔 在文无比试中胜出了才行吧 一旁的孟德和我说并没有 盟主朗诵了一首诗 叫做 我的司公父亲和我的太尉祖父 就当上了 车远了 按理说我一路走来也经历了不少 也算是个能屈能屈的大丈夫了 不应该为这点事再失眠 可传说这位年轻26岁的小伙子 居然有36弟 他是善福先生临走时候向我推荐的 此人叫诸葛亮自孔明 好卧龙 并且告诉我这位卧龙 不仅聪明 而且人长得也帅 身高一米八 在当地名气很大 大道上公共汽车都不用买票 不知不觉 窗外的天空泛起了鱼杜白 伴随着清晨的第一声鸡叫 我和二弟三弟 踏上了去往卧龙港的旅程 很快我们到了孔明先生的家 挑了几家门 有人来开门了 一看到来开门这人 我就有点迷惑了 不是说好身长八尺 容貌身毁吗 怎么是个霍米特人 我自言自语的说 不是说身高一米八吗 三弟和我说 大哥你是不是听错了 战俘先生说的是 身高一米八 哦 我说怎么上公共汽车 不用买票呢 原来是没到买票身高啊 他好像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眼前的霍先生 非常礼貌的对我说 要不然他弹跳不行 一定跳起来臭我一嘴巴 沉默了片刻 他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汉左将军 宜成廷侯 领域折磨 王叔刘备刘轩德 他愣了一会儿说 我们家地方小 做不下这么些客人 请回吧 我说不对啊 你不是号称有三十六弟吗 三十六个弟弟都能住得开 还装不下我们几个人 我看你家外蛮大的 别说做客了 玩累了直接睡觉也可以啊 他说没想到你玩得挺变态啊 随后报关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这小子是沃龙先生的书童 沃龙先生也没有三十六弟 而是三十六系 一切都是误会 说到误会 我想起当年和二弟三弟初次见面的场景 当时我在集日上卖鞋 二弟在我不远处卖绿豆 只见三弟忧气冲冲的 跑到了二弟的绿豆汤前 抓了一把绿豆 徒手碾成了绿豆粉 二弟看着眼前这位来者不善 再仔细一看这人肤色 心想坏了 不会是来零元购的吧 我后来问三弟 为什么要来碾绿豆 他说他猪肉不活 就说有个穿着一身绿的人来找茬 他以为二弟是某个所谓的环保组织 打着保护森林的喜好 来禁止他卖肉的 加上二弟以为三弟是来零元购的 想用阳文打招呼 一紧张 把how are you 说成了how dare you 三弟一听 这是坐实来捣乱的 于是两人就打了起来 我一个箭步上去 拉住了两人 很多人都很好奇 就凭我 怎么能拉开这两位猛男的 是啊 如果这二位铁了心要拼命 我上去那就是个经验包 可是他俩谁都不想真动手 我只是在适当的时候 当了一个合适的台阶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今天虽然没见着孔明先生 但加强了我对他的好奇 到底什么样的 26岁的小伙子 能有36G